第九百二十三集 行子舟接过令牌仔细看了一会儿,猛地点头 九儿,真的是太子令牌,是真的? 嗯,真的就好,总算是没有白费心机 凤九儿收回令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这是在凤青音的爪牙身上得来的 这段时间,她该是用了太子的令牌为所欲为了 还好,我没有相信她,将令牌扔掉 也方便,我用通讯鸟做事 还有,要是太子的援兵,我们真的阻止不了 这令牌,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小樱桃站起来,来到了凤九儿身旁 挨着她坐下,将她手中的令牌取过 到时候,我们拿着太子的令牌,给她的援兵下令 这还真的是一个好办法 哪怕不是长久之计,能拖一时半会儿 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啊 凤九儿看着小樱桃勾了勾唇 那事情就先这么定了 我看看太子的意思 若是她,不将她的祥兵放在眼底 我们便主动出击 至少要在这几天,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别让大家以为,我们只有挨打的份 嗯,对,主动出击 我们又不差,为何要等着挨打呀 小樱桃含笑道 九儿,昨天我带着兄弟们 在林子中找了很多药材 你等会儿过去看看 等你将药粉做好了 我和行子舟也过去敌方军营走走 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你不可以 小樱桃的声音刚落下 两道不同的声音响起 看了与自己心有灵犀的行子舟一眼 凤九儿含笑收回视线 你的轻功能和雪姑可言相比吗 不能,你就别想了 好好地给我准备药材便可了 小樱桃挪着嘴 白了行子舟一眼 她当然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太允许 但也希望能为大家做点事情 知道小丫头心里不爽 凤九儿轻轻推了身旁的人一把 药材,这里就数你最熟悉了 要是没有很好的药材 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你的任务很重 清楚了吗 听凤九儿这么一说 小樱桃的心情才好了些 嗯,我知道了 她点了点头站起来 我这就和兄弟去准备了 好,万事小心 凤九儿摆了摆手 小樱桃站起来离开 行子舟也站了起来 九儿,我去休息一会儿 嗯 凤九儿再次点头 也站了起来 赵玉生,我要给太子写信 你也过来商讨一下吧 雪姑和剑衣,你们都去休息一会儿 今天由我守着 有事情,我会通知大家 剑衣,你到我帐篷休息 方便我给你查看情况 在凤九儿要过去搀扶剑衣的时候 剑衣站起,跟在她身后 几个人一同举步离开了帐篷 大山的另一边 草原上放了一张备案 湛玉衡坐在桌案前 手里拿着信件 桌面上还放了好些兵书 凤青音坐在她身旁的矮桌前 正小心翼翼沏着茶 不远处守着青云 其他人并不敢过来打搅 太医说,我要出来晒晒日光 还好,有太子哥哥做伴 要不然,我不闷死才怪了呢 侧头看了湛玉衡一眼 凤青音笑得更加愉悦 能和太子哥哥一起 我真的很开心的 将沏好的茶端起来 她轻轻地靠过去 将茶水递到湛玉衡面前 太子哥哥 这是我命人新鲜采摘的茶叶 用的是尘露 你试试看 湛玉衡随手接过茶杯 视线从未在信尖上离开 看她喝下茶水 凤青音立即将她的杯子取过 太子哥哥,如何? 嗯 湛玉衡手还是没有抬眸 看着她这个样子 凤青音脸上的笑意 再也堆砌不出来 她站起身 走到湛玉衡面前 在凤青音想要靠近之时 湛玉衡低沉的声音响起 该保持的距离不能忘了 几万人的军队 哪怕是太子 也不可能将所有人的嘴都封上 凤青音是贵妃 湛玉衡是太子 再怎么样也不该明目张胆 凤青音嘟怒着唇 只能往回退了一步 在原来的座椅上坐落 真该死 她的帐篷她进不去 只能借太医的口将她骗出来 可是在帐篷外 她却连碰都不得碰她 太子哥哥 我们何时攻进去啊 难道就一直在这里死守吗 凤九儿 害了我们几千的兵力 我不知道你还在等什么呀 唉 浅淡了一口气 低头揉着自己隆起的小腹 凤青音气息低沉得很 为了陪你 我带着孩儿天天跟着你 一起风餐露宿 可是 她抿了抿唇 连声音都开始沙哑起来 你总是 在心里想着别人的女子 根本就没将我和孩儿 放在心上 我命苦不要紧 以后我们的孩儿 要如何是好 抬眸看着湛玉衡 凤青音 眨巴着水汪汪的眸 太子哥哥 你该知道 这一战对于我们来说 有多重要 要是战败 天下就是九王爷的了 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 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该为自己的孩儿 想想吧 看着湛玉衡放下了手中的信件 凤青音的抽气声更大了 你以为九王爷当了皇上 凤九儿成了皇后之后 他们还可能允许我们的孩儿出生吗 太子哥哥 你什么都清楚的 可还是忘不了九儿是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 你是太子 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才是天之骄子 九王爷和凤九儿的孩子才不是 啪的一声 湛玉衡手中的笔 一分为二 九皇叔和九儿的孩儿 他醋了醋眉 声音低沉得几乎让人听不见 看着身旁的男子 凤青音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他站起身 过去揪着他的衣袍 太子哥哥 是 是九王爷和九儿的孩儿 他们早就在一起了 你醒醒好不好 我才是你的娘子 我肚子里面有你的孩儿 别再想着九儿了 你的迟疑不定 会害死我们一家三口 我们的孩儿是无辜的 太子哥哥 开战 别再等了 战玉衡 涣散的目光 慢慢拉回焦距 看着站在眼前的女子 视线 落在他 微拢的肚子上 他伸出掌 轻轻在上面 抚摸了下 本宫的孩儿 才是挺之骄子 其他人的都不是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